大家好,我今天用开悟卡 它是恰克斯比桑诺博士 它的开悟卡 来帮大家测说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 才可以进入更好的人生旅程呢 接下来我该如何做才能够进入更好的生命旅程呢 就是想说在年底这个时候再帮大家站一下说 面对新的2020年即将来到 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对我的人生有所进展呢 2020年度我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对我的人生有所进展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开悟卡抽完了之后 我发觉它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需要再解释 再去跟抽到那一组开悟卡的朋友 如果你有某一个比较特定的小部分的人群 做一些补充的话 我会用奥修产塔罗去做一些补充的内容 如果那个情况比较复杂的话 我还会再加其他塔罗牌 这个不一定 我要看我当时的那个状态跟那个灵感 这不一定哦 就是希望给大家更多一点资讯 但是这个部分呢 补充的内容 大家可以随您的情况情绪去看 您如果发觉 哎呀这个很像不是给我的 我不是这种状况 那您就不用看 就直接关掉没有关系 我带这一个另外的补充部分 是要给某一个特定的群体看的 我的直觉有感觉到 这个部分我要再讲 因为有人要听哦 那如果您觉得您听那个前半部分 没补充的这样就够了 那您就听前半部分就好了 这这是一个很 很大众随机的占卜 没有没有很固定的 所以您就看 看您的情况去取用了 嗯指引物有三个 我的油化颜料 看你要选哪一个 第一个红色 第二个白色 第三个土黄色 然后就 我就开始临时抽牌 然后用这个开悟卡 来帮大家讲 讲这个内容哦 这个开悟卡 嗯 看一看大家是在 每一组在哪一个状态吧 那因为 我在抽的时候是每一组都 嗯 我要沾的时候才抽 所以 有的时候也许 会有重复的卡片 因为我卡片我会 所有卡片放进去抽 我不会第一组抽完 然后把它拿起来 然后这样第二组就 没有机缘接到第二组的卡 开悟卡我比较不会这样用 我会让我会临时抽 然后每一组都都会有都会有机会 所以呃 待会我会依旬去讲解哦 那需要更多时间的呢 请暂停哦 我就先继续讲咯 嗯 选第一个红色指引物的 请大家 嗯 静心哦 先呼吸 哎呦 掉出来两张 先放着 先放背面 因为开悟卡它 它的那个卡背的颜色不一样 然后不同的颜色代表 不同的生命阶段 所以我必须 让大家先看一下 那个卡背哦 谁都会移确 Cait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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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銀色一樣放在這裡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因為開悟卡呢 它的卡背的顏色設計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療癒的某一個階段 像您拿到三張都是橘色的 橘色有點土黃色喔 但是視覺上應該比較接近橘色 它是關西卡組 那就是代表您在2020年一整年度的需要去修復的去療癒的部分 就是在您的關西的部分 然後待會開牌的時候我再跟您說 到底您是哪一個部分的關西喔 如果六張牌裡面有一半以上都是關西卡組的話 那就是人際關係的修復 會是您下個階段2020年的重點喔 然後有兩張是黑色的 黑色叫做受害者卡組 那我們現在就開牌囉 從第一張這一個 控制 執著 這個都是關西卡組 這三張關西卡組 然後心碎 那受害者卡組呢 恐懼 恐懼 罪惡感 天賦 性能量耶 嗯 你這一組真的就是 真的是關西出問題 而且是情感關係出了問題 這太明顯了 你看這個心碎牌嘛 然後又有一個執著的牌 然後還有一個控制牌 還有恐懼牌跟罪惡感牌 然後天賦禮物是性能量 這個很明顯就是 如果在沾牌的話 您大概您在那個頻道上 您大概都都看那個情感的牌吧 確實是這個部分 有很大的部分去需要去調整 嗯 它真的是 是您現階段的 蠻重要的人生課題 因為 您完全卡在這裡 從這張 Heartbreak 心碎來看的話 然後 它又是有一個罪惡感的 又帶有恐懼的 這不知道是怎麼樣 還有執著跟控制 這可能 有一些沒有那麼 讓你覺得 適合你的情感 然後其實它並沒有那麼適合你 可能它就糾纏在您身邊吧 或許是因為性能量的問題 或許你們是彼此吸引 但是 可能就是有一些執著 有一些控制 但是 真的 現階段的 也許現階段的 一道道的關卡的人生狀態 並沒有那麼的 如你們的意義 然後它所能夠 奔發出來的能量 並沒有 這個性能量的天賦禮物 並沒有辦法帶給你 真正的歡愉 如果有的話 就不會有罪惡感跟恐懼嘛 它就是沒有去發揮這個天賦禮物 它發揮這個天賦禮物 可能是 往負向走的 才會變成心碎 執著跟控制嘛 它一定是 在這個部分就是 有一些走偏了 所以才會 才會沒有辦法說去 去做的 呃 非常非常的 OK喔 所以 它會變成一個 嗯 一個障礙的能量 它就不會是一個活力的 存真自然的 愛的 溝通的 連結的能量 所以 您這個部分 這個天賦禮物性能量 這部分要是沒有處理好的話 它那種愛的溝通跟表達 就不會好嗎 嗯 愛的 愛的下一層就是性 愛的上一層就是慈悲 愛剛好就接在 性能量跟慈悲的中間 最低層就是動物層次的性能量 然後再來就是 愛 就是love 然後再高一層就是慈悲 就是charity 就是真的就是那個慈悲的芬芳 然後它是屬於每一個人 它其實不只人類 只要來到世間的 這一個地方的生物 它如果沒有這一個 原始的性能量 它也不會來 所以它確實是一個天賦禮物 它是一個 跟這個世界的連結 然後如果你有 又有那麼多關係課題的話 那代表那是一個 跟你的伴侶的溝通的連結 它代表你跟你伴侶的愛的溝通的表達的連結 這個部分可能 你沒有容許你自己去好好的去展現 然後那個表達方式可能 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去增加活力 魅力跟順流的 它可能是 是有一些那個 嗯 狀態就是有罪惡感又恐懼 因為又有這兩張在嘛 它就是那種 它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的 嗯 愛的結合喔 它的純真表達跟 自然的連結 嗯 某一個程度上 它需要穿越這個感跟恐懼 去進入一個深的 新的層面 就是 它可以是一個崭新的 豐盛的 純真的 自然的 它可以不需要有 那麼多的 执著跟控制 更不要說是 心碎啊 它應該是一個 嗯 不應該是一個障礙喔 然後你現在抽到這個牌 然後它突然間對你來說 很像是一個 嗯 障礙的話 那代表說 這份能量 對您來說 對您來說就 沒有是 嗯 一個天賦的禮物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天賦禮物的話 一定要 把自己的其他方方面面的這個 恐懼啊 控制啊 這些都把它給拿掉 嗯 就徹徹底底的去拿掉 因為它有 各個不同的層面可以講 因為你 的狀態 我沒有辦法真的去很清楚嘛 因為這是大眾的 我沒有辦法是說 哪一個部分的朋友嘛 如果是 嗯 就是一個 單純的一夫一妻制的伴侶關係的話 那你抽到這種牌面 很明顯的就是要告訴你 你就是把那些執著 控制罪惡感跟恐懼給拿掉 然後好好去展現你 那個自信的 樂趣的 魅力的能量 你不用擔心你沒有自信 你也不用擔心你 沒有辦法給別人樂趣 然後別人無法給你樂趣 因為那是天生的 然後那種魅力的能量 與生俱來你天賦就有 如果您是一組 就是單純的 一夫一妻的伴侶關係 就是反正就是 不管同性和異性 反正就是一對一的伴侶關係 沒有太複雜 然後是 守承諾的 有秩序的 然後 沒有那麼多的 執著跟控制的那種 伴侶關係的話 那就是告訴您說 您就是要去發揮 那種崭新自然的 豐盛的 純真的那個層面 這樣子您的那個心碎 才會被消除 您的遮惡感跟恐懼 才會 才會沒有 才能夠去擁抱 擁抱您的那個 那個 原始的那個 性的那個 好的那個部分 會讓人覺得開心 會讓人覺得 自在的那個部分的能量 那前提是就是您的控制 那個企圖保護自己的那個 防禦行為 就是 如果單單純純講 那 伴侶關係 然後 嗯 如果是不是 您已經建立一個家庭 還是怎麼樣 然後是這樣的排面的話 無論您是男主還是女主 他都是告訴您說 就是 害 不要去害怕你自己去信任對方 無論如何還是就是要保持那個 對對方的信任 然後 無論如何 你就順著那個 他告訴你怎麼樣 你就順著那個狀況走吧 因為 你去控制 也沒有用 所以就害怕 去信任就會讓你自己 想要去控制 就是 不要害怕去信任 就是要去信任他 如果您現在是 已經 尤其已經是伴侶了 已經就是 結婚了 然後有家庭了 然後這種排面 無論男主女主抽到這種排面 那我一定就會跟你說 您就是 要去信任 然後那個執著就是 要去放下 對啊 就是一定要去放下 然後願意 讓一步 就是 那 要走向前 因為 曾經的美好 也是曾經 然後現在是這樣 就是 他反正很多事情 很多狀況 他都會演變嘛 那曾經的美好 就是 就放掉了 然後 只要去看開的話 心碎 就會沒有 會執著 就是你想要在 這個現狀裡面 你去得到滿足 但是現在已經 已經不是過去那個曾經 很多人失誤 不可能一直滿足我們的需求 然後如果我們一直執著 就會跟 現實其實是脫節的 因為你只想著過去的美好 然後現在的美好 你沒有辦法再去享受了 然後這個恐懼跟罪惡感 是你的受害者能量 其實我覺得這兩點才是 我最應該去消除的 因為 恐懼可能是恐懼 你沒有辦法去負擔 負擔萬一 出了什麼問題的 結果吧 所以你會去恐懼 但是它幾乎是受害者 牌組的 最原始的那個力量 就是fear 就是恐懼 這個 這個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用很大很大的 祝福去把它給化解 因為 所有的憂鬱症 所有的 所有 所有一切的 恐怖的源頭就是恐懼 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主義 那些害人的人 他們第一步就是 一定要讓別人恐懼 世界上所有邪惡的能量 它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人恐懼 然後這個博士 他把恐懼放在第一張牌 就是 它是所有 所有受害者能量的一個 極大的一個源頭 你這個如果沒有消滅的話 個人就是很難得到力量 所以這一點就是 你可能要再去上一些課程 就盡量都去吸收一些資訊 把那個 分離的自己給找回來 因為這個恐懼 以前我們台灣 以前 台灣古人 不要說台灣古人 華人 或一些小孩子 被嚇到 不是要去收金嗎 就是要去把他的三魂七魄給找回來 然後我們這邊的古文化裡面 有一部分的靈學這樣說 然後在外國的那個 某些理論也是說 恐懼的狀態就是分離 就是divided 那divided跟三魂七魄 某一魄飛出去 那是同一個意思啊 只是那個文化語境不一樣 但那個意義是一樣的 恐懼就是divided 還有conflict 就是分離跟衝突 還有攻擊 還有一些計畫去管理 然後一部分是計畫去防衛 大概就是這種能量 那個部分一定要 想辦法看這個來源 是你自己還是別人 就是一定要去把它給去除 如果他沒有辦法去除的話 那也許就是 嗯 你就會一直覺得一些外在的威脅 跟內在的東西都會加注到我們身上 它確實是 到最後會導致於心碎 然後說好的能量都沒有辦法發展 其實抽到這組牌面 嗯 我是真的覺得 還 嗯 其實我抽到這種牌面 我也覺得蠻傷心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牌面呢 但是 還是很期盼你可以跨越難關喔 好好的去走下去 因為人生就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嘛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去 去釋放那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那些好的東西 才會回來 然後那些罪惡感 那種受害者的情緒 我們就把我們的信念給改變 嗯 我們對我們自己負責任 就是選擇去 改變我們對情境的想法 用一種 愛的寬恕的 原諒的 然後願意相信跟信任的 那個力量去打破所有的罪惡感跟恐懼 然後把那個 愛的 創造力的那種 那種力量給 給找回來喔 然後這一個罪惡感 這一個東西 這張罪惡感 它就是更是一種 第一個你攻擊你自己 它是沒有價值感的 然後它是退縮的 然後你想看一個人背著一個重物 然後還要一直走 它有時候它是膨脹它自己 它以為它自己很厲害可以背很多 但是有的時候它又是 嗯 又是覺得它怎麼很像 背那個東西給壓得很重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你家住給你自己的 無論是你想想看 這一個家庭嘛 這個爸爸 這真的好像是一個男主 那男主好累喔 就是背那個家背得很累 可是 其實這一些都是 可以如果你很甘願去承擔的話 或者是很願意去 去看開的話 其實它都是可以直接 去消除的 它是可以沒有必要去 背在自己身上 然後 剛好你這又抽到這個性能量 就是你可能 如果這真的是一個家庭的話 那你真的要好好的去重新 去享受這個家庭給你的快樂 而不是 把這一些 控制啊 執著啊 還有薪水 這些拉鋸的 東西都 放在自己 放在整個家庭的身上 那這樣子對未來的 狀態啊 對整個 長久的 甚至如果有小孩的話 那對小孩也是 也是不利的 所以您勢必 如果 抽到這一組了 是一個有家庭的人 那您 無論是女主還是男主 您的 2020年 您要做的事 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 釋放你自己 還有釋放你身邊的人 好好的去讓你自己 跟你身邊的 尤其是你的家人 都過得更好 因為它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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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讓別人難受 跟讓自己難受啊 因為 這感覺上很像 那個家的人 就是有一種 互相控制 互相執著 然後 互相 有的時候還會 互相攻擊 就是他那個 都是在懲罰自己 跟懲罰別人啊 有時候 對別人生氣 懲罰自己 然後我們 別人對我們生氣 他也在懲罰我們自己 其實 看到這個排面來講的話 如果這是一個家庭 都有一個女主或男主 抽到這一組的話 就是 你們可以再去建議 你們再去找一些 現在我們有很多 可以學習的部分 那種在關係上 如何學習 如何調整的部分 你們可以再去找一些 諮詢 然後重新去找回 你們關係裡面 非常純真的 那個部分 然後把那些 心碎 給彌補 然後把那個執著 就是給放開啊 就是 即便是 小孩 他都會長大 也未必就是 會一直是我們的 更何況是伴侶 然後 這個控制 你看 這個男主 他 一邊拉一個 然後小孩子變他兩個玩偶 有時候很負責 自然而然就變這樣 這一些其實都不要有啊 盡量啊 因為這不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 但是 如果說這些卡片 可以點名這一些 然後 這些都是我們 就是抽到這一組的朋友 他沒有發掘的 然後您看到了 您也許覺得說 也許我可以好好的去調整 那 未必不是福 就是 或許2020年 下一階段 就是要您去做這樣的功課吧 嗯 在開悟卡抽到第一組的某一部分的朋友 你們好哦 嗯 這個視頻的補充部分 是特別為某一個部分的人而去錄的 嗯 老實說 我做這個視頻就是希望給大家一個空間去找到他自己 讓他可以去療癒 然後 不管你聽了我的話 對你有沒有幫助 但是你可以找到你的方向 你知道 你要怎麼樣去去尋求幫助 去去去不斷的解脫自己過去的那些枷鎖 我就會感到很開心 然後因為第一個開悟卡的那個排面實在讓我太心痛了 因為我讀到一個非常混亂的能量 所以我就打算在剪接的時候我再做一個判斷 我就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再為這個部分的朋友做一個視頻 然後這個視頻這個部分 只是為很特別的某一部分人做的 如果您一看這一個補充的部分可能不是您的話 您就您就不要看哦 因為他可能真的有可能完全不是您 因為他我讀到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保健師 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一個受害者的一個心態 然後您那個開悟卡的排面又是 您可以轉回去看哦 又恐懼 然後又罪惡感 然後又控制的 然後天賦禮物又是性能量 總之再加上這個塔羅排排面這種 這種受害者的狀態 然後又是釣人排 然後您的戰車又是反排 還有死神排 然後還有五個人物 總之 這兩組 對照起來我就是感到一個 真的是 非常受害者的那種心態的那種 覺得事情已經沒有壞下去餘地的那種 那個問題哦 那個狀態哦 總之就是 您的性能量這個部分 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造成了非常多的混亂 然後 如果您有機會看到這個視頻的話 也許您現在就是 黎明前最大的黑暗 您處於一個最低點 因為 您戰車自我伸張的力量 也是反排 您沒有辦法自己爬起來 您需要外界的那些人的幫助 然後 然後 我除了 我除了給您抽這個塔羅牌以外 我還把那個奧修產卡給 給抽出來了 那我有一邊帶奧修產卡 一邊帶著塔羅牌 看看您覺得是不是您的狀況 如果您覺得是您的狀況 那您務必一定要去 透過各種機關的資源去尋求幫助 我相信 天使有在護佑您 不然他不會讓我說這一段 您現在是單獨的 您必須要去面對這些事情 但是不用擔心 您會有一個新的洞見來指引您 能夠讓您去走出新的人生 然後您所有的遭遇是前世造成的 這個是確認的 這個不用懷疑了 有很多人 你的塔羅牌裡面有五個人物牌 說實在真太多了 我也覺得太亂了 然後您只是想過一個平凡幸福的人生 但是不用擔心您會得到的 然後這個如暴風雷電般的這一些 警醒您的事情就是您以前的劇本 就是去面對它就好了 然後您現在要做事是轉入內在 其實你原本可以是一個女祭司 你知道你要怎麼去做的 但是您現在這個女祭司是這個反牌 然後你要把它轉成正牌 這樣您就知道 您要怎麼把自己給解脫 然後執著於過去的這個要放掉 就盡量不要執著於過去 您就可以去再生 當然這些用講的很容易 我看的話 我看那個開戶考 我抽到那些牌面 其實我抽完我真的心很痛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告訴您說 您要去再生 我看完塔羅牌之後我也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該如何去協助這部分的朋友呢 我就只能不斷的告訴您說 天使有在 來呵護您 諸天神佛都愛每一個人 您絕對是有再生的能量 然後您勢必要再去找更多更多的協助 您是可以走過這些難關的 我們不用一直當一個受害者 用不著的我們 我們可以去去把自己的 過去的那些 不是很好的東西都丟掉 然後趕快走出來 這段視頻很短 但是希望就是對某一部分的朋友有幫助 但是他只給某一個特定部分的人 如果您覺得對您沒有必要的話 您就刪除 您就不用看也沒關係 祝福大家獲得再生 幸福安康一切都美好 Namaste 選這組 選這組 選這一個 圖黃色的指引物的 這一個2020年 這組的朋友 2020年他 有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他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讓他的生活更好呢 選這組指引物的朋友 2020年他要怎麼做才會更好呢 調出來一大堆了 那就一張一張說囉 這個開物卡 它們卡背本身就是也是有顏色的 然後 卡背本身就是也是有顏色的 卡背的顏色就代表不同的意義 比如說你拿到12345 你拿到5張卡背是淺藍色的卡組 這叫無意識卡組 也就是說您2020年那段期間呢 您可能在無意識這方面呢 您好好的去發展喔 對您會有好處 然後我們再 待會再來看一下 卡的正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您還有一張療癒卡組 這是卡背是綠色的 這是療癒卡組 然後您還有一張關係卡組 就是針對 人際關係的部分 還有一張恩典卡組 Grace 那個恩典那個卡組 恩 那因為您的那個無意識卡組很多 所以我們就先翻看無意識卡是什麼 前世 哇喔 這組的朋友 探索前世 無意義感 你明年可以好好的探索前世 個人神話 沙門的考驗 哎呀真是難喔 然後還有祖先問題 欸 因為視覺不夠 放這裡 祖先問題 這一組的朋友 2020年的 您的親民啊 尤其親民那段時間 您一定要去記組喔 一定要去看用什麼方法 去記組 看您的姻緣 因為有人問說 是去寫法會好呢 還是 自己去做 類似家庭方面的那個 細譜圖的治療比較好呢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在大眾上回 或在那個個人留言回答 因為我不認識你啊 我這個萬一回答錯了 這真的沒有辦法負責 所以我就不敢說 但是所以 抽到這組的朋友 無論如何 你2020年 你親民那年 你一定要去記組些 因為有一個主線問題 就是明年度 然後還有一個前世 也就是您現在所面臨到的狀態 可能就跟前世有關 還有一個無意義感 然後 還有叫你戳破你的個人神話 然後還有一個叫沙門的考驗欸 那可能你曾經也是 一個有努力在學習 有努力在進修的人 所以才會給你這種牌組 也許你現在你還是一個 非常認真在進行自己人生使命的人 所以才會給你出這種牌組 而且你還有一張恩典牌 這Grace就是最高的那個牌組 他那是什麼 欸喜悦 他會給你喜悦的恩典 所以也給你Joy的恩典 所以其實您不需要擔心 然後關係 需要療癒的部分 需求 就是在施與受之間就是 可能這組的朋友 他就是太忙了 忙到他都沒有辦法 顧到他自己的需求 你可能要去 在你的施與受之間 在你自己的需求 跟別人的需求之間 你要去做一個平衡 然後療癒卡組是選擇 Joy 欸沒錯 真的欸 所以你2020年呢 很多事情的選擇 對你來講非常重要 包含需求的選擇 你自己的需求 跟別人的需求 你怎麼去平衡 這個需要很有智慧來做選擇 然後呢Joy就是恩典 恩典上天會給你喜悦的恩典 你不用擔心 上天會幫助你 然後 個人奢侈化跟沙門的考驗 這兩張可能 就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就是 您需要去 去調整 把那種 對於人生的無意義感啊 那種感覺 你必須要去 經由你自己的 再往前走的那個修煉去 去給你自己解答 因為這個部分太personal 我沒有辦法講 然後我剛剛說過 你一定要去 你這個祖先問題 你一定要去祭祖 一定要 你親密一定要去 然後這個前世的問題 就是 您可能真的之前就是 抽到這一組 真的是您之前就是 還算是一個挺 挺有修行的人吧 不然應該是不會抽這種牌啊 應該就是很明顯 尤其那個個人神話跟沙門的考驗 這個 會抽到這樣的牌組的話 基本上 你看而且是連續的 17 18 19 20 就是無意義感 基本上 它就是 需要您再繼續您進修的路徑 您就不要再 再去 再去擔心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你的很多的價值觀 很多的想法 反向都跟世俗的人不太一樣 其實那挺正常的 因為 因為您曾經也是一個 很努力去進修的人 然後 您是在傳承下來的祖先問題 包含您會生到你的家 有一個部分也許你就是來報恩的 然後通常這種人 你的祖先一定會寄望 你可以去幫他解決一些事 所以我才會說 你要你親密一定要去祭祖 因為 世代傳承下來的那些問題 就是 家族模式帶來的某些 原始的創傷 某些原始的問題 他需要經過 祖宗帶下來的問題 只需要很長期的努力 才可以去療癒 然後如果您又是一個 願意去學習 願意去進修的人 你的祖宗一定會對你有寄望 所以這是必然的 然後在個人神話這個部分 個人神話的部分就是說 嗯 你可能要去檢視一下 你是不是 嗯 對自己的某些負面的那些狀態 你沒有辦法去去看破 就是 每一個人就是 他都有他自己一個賴以為生的故事 然後他把這個故事當做一個對 他自己的一個補償吧 他的腦袋裡面會有一個劇本 那個劇本是他過去生帶來的 然後他會照著這個劇本去上演 然後他的所有的貪生吃蠻移都會在裡面 然後當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在裡面再去做更多的補償 可是在這種狀態底下 他無助於他自己個人本身的提升 因為他賴以為生的故事 如果是也是潛意識的某一個部分的層面 他並沒有去好好去修正的話 他那個循環 那個個人的小循環 他是沒有辦法跳脫的 更不要說家族這個比較大的循環 他就會一直在那邊轉圈圈 就像那個小老鼠在一個籠子裡面 不斷不斷的踩 他在怎麼踩在怎麼跑 他一直在原地跑 因為他並沒有跳脫那個 很大很大的那個 講輪迴嗎 講輪迴的話 我又怕那個語言 實在已經大家都聽膩了 以至於沒有感覺 總之你個人的神話 外在的考驗對你來講未必是不好 也許他可以把你個人的神話給戳破 你才可以 才會有一個 對自己重新的省思 然後慢慢的去想說 我是不是我的情境 可以去調整 然後其實不需要擔心 因為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他 已經想好的劇本 他自然會有那個力量跟勇氣去面對 只是在這個劇本上演的過程中 我們是這個劇演完了 過了 還是這個演完之後 之後來看說 哈兒慘了 我怎麼這樣演 那這個部分 只要我們去醒覺的 我們就比較不會有之後那種 後悔的情況發生 所以其實有時候 個人神話的本質 也未必是負面的 未必每一個人都會在神話裡面 當一個英雄旅程 但是 他那一個 只要他還有那個清醒的狀態的話 他個人的那個醒覺出現的話 這個神話 無論如何就都是值得的了 然後 第十九章 像這個沙門的考驗這個部分 他 他 這個部分更是讓我覺得說 你必須要去捨去你完全過去的自我 因為有一個更巨大的挑戰在你面前 你看 這個人嘛 他 他拿了一個繩子 然後他旁邊都是火 都著火 然後他這個繩子要往上丟 他才可以攀爬到另外一個高度 也許您現在就在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 這也是 曾經是一個 修行的人才會面臨這種處境吧 然後你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好像越修行一日子很像越難過 不是這樣講 不修行 我保證你一日子更難過 呃 所以這一點信心我們要有 那 因為我們曾經做過的 無量的罪業 只是你自己忘記了 現在那些麻煩早上門來了 有時候想想也 覺得說 反正也是自己曾經製造的 也沒有什麼 但是沒有關係啊 以你的境界你應該可以突破啊 因為 那個恩典 那個Grace 這張恩典 真的是白色的是恩典的卡片 Grace的卡片 它給你joy 給你喜悅 所以其實 天使是有在祝福你的 然後這個沙門的考驗就是 簡單講就是一個修行者的考驗 然後你又有辦法去 去把它給讀過 旁邊四面楚歌 但沒關係你手中有個繩子 你往上丟 你可以卡住那個上方的某一個樹 然後你就爬上去吧 然後這個前世我剛剛說了 這就是你預定的劇本 然後你是可以去 去尋了這個劇本 去找到你的來路跟前路的 然後有關這部分 其實你也不需要問別人 你問你自己就好了 只要你回歸你心靈的故鄉 那個無意識的源頭 你有找到 你這些無意義感 就會沒有 如果你有無意義感 就是你 你還沒有找到你是誰 你忘了你是誰 如果這無意義感還有 第一個你祖先問題 你的家族創傷沒有解決 第二個你個人的神話這個部分 你對於你來到你這一世 來到這個人間 你要做什麼這個部分 你還沒有清楚的認識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個沙門的考驗 你可能還很恐懼 還沒有走過 然後你對於你的前世 你的來處你也不清楚 如果你這些 一二三次前四張也都突破 你這個無意義感對你來講 就不會有了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檢核吧 就是有的時候 以前有一陣子 某些時候我也會這樣 可是現在我已經比較不會了 因為我比較知道 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可以做什麼 以至於我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無意義感 我就知道說 那我時間應該要怎麼安排 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這才是我真的要去做事 這個全部都是你自己 以下部分就是你下半部分 整個都是你個人療癒的部分 就是你無意識的部分 就是你在無意識部分 你需要做的很多很多功課 然後你在你個人的行為上 你需要療癒的部分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選擇 你生命當中的每一個選擇 對你來講都很重要 你不要選錯了 嗯 卡片是這樣說 然後你一定是一個 會去在別人的需求 跟你自己的需求之間拉鋸的人 因為你能夠付出的東西 還有你的體力時間 就在那些有限 然後你需要給的人 你需要去愛的人這麼多 你要怎麼去分配你的時間跟精神 關於這一點 你要如何去長期的去平衡 這一點真的是 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考驗 所以請請你就耐心的去學習 在視與受之間所有的平衡 然後不用擔心 就是上天給你的恩典 就是救於就是喜悅 然後天使是有在祝福你的 嗯 所以這組的牌組 這組牌組的朋友 境界應該還挺高的 因為他有五張牌直接掉出來 就是要你去回歸你無意識心靈的故鄉 去找你自己 自己的故事的源頭 這樣子 你2020要做的事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子你就會好 然後你個人的選擇就是很重要 你的行動上的選擇是 嗯 只要你的無意識照顧得很好 你行動的選擇就不會錯 只要你無意識的這個部分 你沒有處理好 你的選擇你當然腦袋不清楚啊 然後你的選擇好 你在施與受之間的需求 你就很能夠清楚 自己的時間精力體力如何去分配 然後如何去給自己身邊所有的家人 嗯 如何去照顧他們 你就會有一個施與受的平衡了 那這樣子應該 這個階段的考驗跟磨練就會過去 對你來說就會是很好的 有一個有喜悅的結果了 嗯 那 好了 這一組的朋友 就這樣 嗯 蘸到這一組牌 還是蠻為您感到開心的 哦 您現在在一個很不錯的生命境界裡面 嗯 嗯 需要更多的內在的自我的探索 嗯 嗯 感謝這組的朋友啦 下回見囉 拜拜 嗯 抽到開悟卡第二個部分的 嗯 朋友 有因為你們的個人神話還有沙門的考驗 還有那個前世跟那個需求 就是你跟別人之間你在施與受這個部分 你怎麼去平衡你自己跟別人之間的能量的需求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部分人我需要給你們更多的解釋 所以我就再抽了這一個奧修產塔羅 然後他得出政治手腕跟友誼這個部分 嗯 我打算把這個部分我所理解的部分讀給你們聽 因為你們就是在 嗯 您自己有這個部分的人應該是 尤其您沙門考驗這個部分 您應該是一個曾經也是有在學習有在修行的人 然後您在您的家庭裡面您應該都是屬於比較付出的角色 您在跟您的朋友之間您在你的這個友誼的部分 應該也是一個 甚至您在工作上您都是給予比較多的人 呃 所以雖然有時候您會有一些沒有價值的無意義感 就是您在施與受的這個平衡的這個部分 您的個人神話跟呃 施與受之間的政治手腕這一邊 您該如何去平衡呢 所以呃 我才需要再給您抽那個奧修產塔羅 讓您去去針對這個部分去去做一些更深層的那個 更深層的療癒才有辦法去去得到 欸這個部分呃您想要的解讀哦 那如果您覺得這部分訊息不是給你的 沒有關係你就跳過去 好那我現在帶您看這個那個 政治手腕這個部分 呃 你認出這個人了嗎 在我們所有的人裡面最天真和最真誠的人 都有一個政客隱藏在我們頭腦裡的某一個地方 事實上 頭腦就是使用政治手腕的 他的本性就是要計畫要設計 並試圖操縱那個情況和摄入的人 好讓他能夠得到他所想要的 在這裡頭腦以蛇來做代表 你看這上面他畫了一隻蛇 頭腦用蛇來做代表 他上面他畫一隻蛇嘛 呃被雲所覆蓋的 這上面那個是雲 然後並且用插狀呃 用插狀的舌頭來講話 但是關於這張卡片有一個重要的是 必須加以了解 那就是這兩張臉都是虛假的 你看這裡有兩張臉嗎 都是虛假的 那一張甜甜的天真的信任我的臉 是一張面具 然後那是邪惡的有毒的 我自有對付你的辦法 另外這一張臉也是一個面具 政客沒有真實的臉 整個遊戲就是一個謊言 好好端詳一下你自己 看看你是否在玩這一個 你可能會看到的或許是痛苦的 但是並沒有像繼續遊戲這麼痛苦 到了最後他根本就無法為任何人 你自己的部分 至於你自己的部分 那又更少了 任何你以這樣的方式 所可能達成的 都會在你的手中變成泡沫 任何一個能夠成為善於偽裝 或者是偽君子的人 都將會變成你們的政治領袖 都將會成為你們的宗教教室 一切他所需要的就是虛偽和狡猾 以及一個可以讓他隱藏在背後的假面具 你們的政客過著雙重的生活 你們的教室也是過著雙重的生活 一個走在一個走前門 另外一個走後門 而後門的生活是他們真實的生活 那些前門的笑容是虛假的 那些看起來很天真的臉是培養出來的 如果你們想看政客的真相 你必須從後門來看他 在那裡他是赤裸裸地呈現出 他真實的樣子 教室也是如此 這兩種狡猾的人支配了整個人類 他們老早就發現 如果你想要支配人類 那麼你就要使他們變得虛弱 使他們變得有罪惡感 使他們覺得沒有價值 摧毀他們的尊嚴 帶走他們所有的榮耀 羞辱他們 他們用來羞辱你的方法 都是很微妙的 他們自己本身根本就不曝光 他們會安排讓你來羞辱你自己 來摧毀你自己 他們在教你一種慢性的自殺 這一個部分 他就是在講說 一個真的是非常不真誠的一個狀況 然後您所面對的那個沙門的考驗 應該就是這一種政治手腕的 不是很真誠的一個情態 您的友誼 你身邊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這種狀態 可是他根據之前的開悟卡來說 那些都是您前世帶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要去調節他 然後友誼這個部分 我們該如何調節呢 就帶著您讀一下吧 這是這張友誼的牌卡 呃 這兩棵樹 開滿花朵的 這兩棵開滿花朵的樹木枝葉交錯 落在地面上的花瓣也混合在一起 給大地添上美麗的色彩 它就好像天和地以愛作為橋樑而連結在一起 而他們各自處理著分別 跟入泥土與大地連結 他們以這樣的方式表現出真實朋友的本質 很成熟很容易相處很自然 他們之間聯繫並不及 也沒有互相虛索 同時不欲求改變對方 所以您在那個需求的那張開悟卡裡面 那個無意義感如果您要 溜氣的話 這張友誼牌卡應該對您來說 會是很重要的補充 這張卡準備好要進入這種友誼的品質 在生命的過程中 你或許已經注意到 您已經不再對各種戲劇和羅曼史產生興趣 它並不是一種損失 它是由豐富的經驗所產生出來的一種 更高更具有愛心的品質 那是一種真正無條件的愛的誕生 那種愛沒有期待也沒有要求 就是您有一張開悟卡是選擇嘛 就看您要不要選擇這種友誼了 看您是要選這種政治手腕的 還是要選這種友誼的 這個部分就給您補充了 然後如何獲得這種友誼的情感呢 這種friendliness呢 首先要盡心 然後變得很喜樂 那麼就有很多的愛會自己發生 那麼跟別人在一起是很美的 單獨一個人也是很美的 他同時也是很單純的 你不依靠別人 別人也 你也不讓別人依靠你 那麼他永遠都是一種友誼或友善 他永遠不會變成一種關係 只是一種關聯 你會跟別人關聯 但是你不會製造出一個婚姻 婚姻出自於恐懼 而關聯是出自於愛 你會跟別人關聯 只要事情進行的很美 你就會可以分享 如果你了解到那個片刻就是分開了 因為你們的途徑在這個交叉點分開 那麼你就帶著感激跟對方告別 感謝對方所帶給你的一切喜悅歡樂 和你們在一起分享的美麗片刻 沒有悲哀也沒有痛苦 你們就只是分開 他就是可以享受那種純粹的喜悅 那種很自在的友誼 他那種他在施與受 在需求跟索取的那些方面 純粹都是因為愛沒有貪婪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這個部分提供給 抽到第二組開悟卡的朋友參考 看您是用政治手腕的愛 還是純粹友誼的愛囉 祝福這組的朋友 給大家一些補充 NAMASTE 然後選到這一組白色的牌卡著 我掉出的牌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這一個開悟卡 它的卡背也是有顏色的 然後它的顏色 不一樣的顏色代表 不一樣的那個生命的境界 所需要療癒的問題喔 像這個橘黃色的就是代表 這橘色橘色代表 它是關係牌組 就是您需要療癒的是關係的問題 像這題問你2020年我需要做什麼事情 才會對我自己比較有幫助嗎 才可以療癒我在那個部分的狀況嗎 那你抽到三張關係方面的牌卡 就是您在2020年 你針對您的關係的那個部分 還是蠻重要的 您需要去人際關係那個部分 各個方面的關係 您需要去調整 然後這個藍色的 淺藍色的這個牌卡 是無意識牌卡 也就是您在無意識的那個卡組裡面 您拿到這兩張 這兩個待會翻牌 您看到這兩個部分 就是您在您個人的無意識這方面 您需要去調整的部分 然後有兩張黑色的 它叫做 Victim 受害者牌卡 就是有關您的受害者情結 你覺得就是都是別人害你的 都是別人讓你不舒服的 就是你還是沒有辦法 從那種受害者的那種狀態裡面 跳脫出來那個部分 它也丟出來就是讓您警覺一下 然後還有一張白色的 它叫恩典牌卡Grace 那個恩典Grace 那個就是上天給予您的恩典的祝福 它是針對2020年那年的狀況 好那我們就先看關係牌卡 第一個控制 這第一組有抽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 權力鬥爭 關係方面 然後第三個 角色 這個 這個就是您在 控制權力鬥爭角色 這個可能 可能是職場上 可能是家庭裡 都會上演的一些問題 就是您在關係方面 個人的角色 扮演的部分 是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好 這真的是很 對您來講是蠻重要的一個 你還要再去調整一下 然後看您受害者牌卡是什麼 恐懼 這個第一組有抽到 然後 批判 這個第一組沒有 然後恩典 他給你什麼樣的恩典呢 和平耶 他給你和平的恩典耶 那不用擔心 你一定可以過關 還有心魔 原來你的無意識 都是心魔跟祖先 祖先問題的第二組 有抽到 好 那我懂了 抽到這一個白色 這個指引物的朋友 你2020年 因為 您的人際關係 無論是您職場上的關係 家庭 環境 朋友之間的關係 裡面的控制問題 權力鬥爭問題 完全在於你個人的角色 你要怎麼去扮演 然後你個人的角色 你要扮演好的話 你一定要先克服你的心魔 你的心魔必須要徹底的克服 然後如何克服呢 你清明那個時候 你一定要去記主 你一定要去記 一定要去 去去參辦你的祖先 無論看你要去做法會還是怎麼樣 恩有觀眾直接問我說 他是要去去參加法會還是要去做一些就是類似那種家族治療 恩因為我不認識你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給你回答 然後我怕我打錯這樣對你也不好 這個部分 他太個人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從大眾上面去判斷 然後我只能說 如果你一直反覆抽到這些問題的話 那就是代表你的祖先一直在呼喚你 他是 真的有一些家族原始的創傷是需要 他是 祭盼你的後代子孫能夠去幫他解決 那 這樣的話可能 我們也是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 你一直不處理的話 假設你這張主線問題一直不處理 我保證你的心魔不會解決 你的心魔不會解決 你的個人角色你就不會扮演好 你的個人角色不會扮演好呢 你的關係裡面的權力鬥爭就會一直存在 你關係裡面的權力鬥爭一直存在呢 你的你就會想辦法去控制 可是搞老半天你還是控制不了 然後你所有的恐懼 你所有的批判全部都會來 恩 我讀到的牌組是這樣 但是不用擔心 上天有給你一個恩典 叫和平 叫peace 所以你應該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只是你要一個一個慢慢來 然後我個人來看 你所有這些東西的源頭 所有這些東西的源頭就是 以內在來看就是你的主線問題跟心魔 你這兩個一定要先解決 然後這兩個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這是應得的部分 應得的部分是無形的 看不到的 你可以選擇不信啊 你不信你就關掉不要看就好 我也不會怎麼樣 呃 但是 如果您信了 那您就 就死必抽到這組牌的 2020年 清明祭祖 一定要去做 造正性的宗教都有人在做 然後 您自己也要去好好的去梳理一下 去好好的去認識一下自己過往的父親母親 他們的生活 然後他們的生活的來龍去脈 這也是孝道 他們是如何把我們養育長大 然後他們的爸爸媽媽 就我們的阿公阿媽又是怎麼樣的 嗯 來到這裡 然後把我們一代一代的養育起來 這到底是怎麼 怎麼怎麼 怎麼來的 這些來龍去脈 也許你需要去 去療癒去搞清楚 然後去 去 去祝福他們 然後 嗯 去去跟上天 表示你那一份孝道的信念 我覺得抽到這組我牌咖的朋友 您這個部分您是真的要做的 您只有這個地方去療癒了 您的心魔才會解決 然後您的心魔解決了 您在 各個方面的 工作的 職場的 然後家庭的 朋友的 各個方面人際關係的角色 就可以扮演好 因為這兩個是源頭 這兩個扮演好的話 您的權力鬥爭就會少一點 然後您就比較不需要去控制 然後 您的批判跟恐懼就會少一點 事情就可以和平解決 嗯 我所讀到的牌卡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就 祝福這組的朋友啦 然後有關 祖先問題 這個部分怎麼解決呢 嗯 我建議您還是去看 更多學習的資訊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 很多真性的宗教 他們都是有在做這個部分 然後即便是什麼家族治療 什麼心理治療 這些也都是有 嗯 他現在有 不像以前幾乎沒有這些 諮詢 現在很多 大家在各個方面 而且無論哪一個宗教 都有針對這個部分 下去進行療癒 只要不是 嗯 只要不是負向的 不是控制的 不是那種 批判的 只要不是那種完完全全 很像 都是純粹是 是盈利的 也不能說人家盈利 因為人家總是 也是要維持 要吃飯 要去維持那個場地嘛 他們又不是像我們這樣子 是錄個影片 像有些 他們是需要一些空間去營運的 那也不能說人家盈利 只是 嗯 您就不要去太擔心 那些外在的 那個環境好不好 您那個心目還是放掉 您就憑您的直覺去選一個 您覺得 您覺得 您的祖先 希望您去做的事 然後您要去做 然後把他的問題給療癒了 給處理好了 您2020年大概 您就順了 然後 這個和平 這個peace就會來 嗯 就 我就講到這裡了 因為 嗯 可能我也只能說到這裡吧 祝福這組的朋友囉 嗯 拜拜 下回見囉 嗯 嗯 嗯 抽到第三組 開悟卡的朋友 嗯 你們的那個 The Shadow 心魔的部分 還有那個 Ancestral Pro 這個 這個 主線問題 Ancestral Problem 嗯 嗯 抽到第三組 開悟卡的朋友 你們那個心魔 The Shadow 那個部分 還有 嗯 嗯 主線問題 Ancestral Problem 這個部分 嗯 應該要怎麼樣 處理會更好呢 嗯 我抽到的那個 奧修 禪塔羅 是這一張慢下來 然後我就帶大家讀這個慢下來的部分 其實我在抽這一組的部分 因為您的那一個 嗯 比較高的那個 白色的牌卡 嗯 那個恩典卡組那個部分 它給的那個Peace 和平 嗯 我覺得那張卡片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有那個Peace 代表 其實您的福分還是相當夠的 您的 您只要能夠慢下來去靜心去找到 你原本有的智慧 您的角色跟權力鬥爭跟控制 自然而然就會消解 所以這個慢下來 應該會對您是重要的 只要您慢下來 您應該以您的智慧 您會知道您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個您的陰影的The Shadow 心魔那個部分會自動 自動就 就比較沒有 所以這個Slow Down 我就帶您讀一下 Slowing Down 呃 彩虹之騎士提醒我們說 呃這張Slowing Down 它塔羅牌奧修產塔羅裡面 它它也是彩虹之騎士 提醒我們說 就好像這隻烏龜一樣 不論我們去到哪裡 我們都攜帶著我們的家 我們不需要匆匆忙忙 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尋找庇護所 即使我們進入到情感之海的深處 我們也可以保持不受干擾 而且免於執著 現在該是時候了 你可以放掉任何你對你自己或是別人的期望 並對你可能攜帶著的任何幻象負起責任 不需要做任何事 只要在你目前本然滿足狀態下休息 如果欲望希望和夢想都漸漸消失 那是很好的 它們的消失能夠騰出空間 讓那個新的寧靜和接受的品質進來 而且您能夠以一種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方式 來歡迎這個發展 品嘗這個慢下來的品質 這個休息下來的品質 並且認出說你已經在家了 所以抽到開悟卡第三組的朋友 如果您對於您的Laché的心魔問題 還有祖先問題 您都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話 您就先慢下來吧 2020年您就先不要那麼急 就先 slowing down 靜心是一種醫藥 它的用途只是暫時性的 一旦你學會了那個品質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特定的靜心 然後靜心必須散佈到你所有的生活裡 走在禪裡 坐在禪裡 那是什麼樣的品質呢 當一個人在走路的時候 他是觀照的 警覺的 喜悅的 沒有動機的 歸於中心的 具有愛心的 流動的 那麼那個走路 就好像是在閒逛 當一個人坐著的時候 他是具有愛心的 警覺的 關照的 沒有動機的 並不是特別 為什麼做 只是去享受那個 不做任何事 而只是坐著的美 多麼的放鬆 多麼的安然 在走一段長路之後 你坐在一棵樹下休息 有微風吹過來 使你覺得很涼快 每一個片刻 每一個人 都必須很安然的 跟自己在一起 不要試圖改善 不要刻意培養任何東西 不要練習任何事 走在禪裡 坐在禪裡 不論是講話 或是保持沉默 不論是動或不動 重點就是要保持安然 重點就是要保持安然 這句話就是關鍵 重點就是要保持安然 哦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哦 這句話是最重要的陳述 做任何你做的事啊 但是在最內在的核心 要保持安然 冷靜 鎮定 和歸於中心 祝福這組的朋友哦 整個2020年 哦 和平 peace 就是你那個開悟卡 給你的grace 給你的恩典祝福 保持安然 保持peace slowing down 這樣子你的心魔的睡意的那個部分 還有祖先的問題 呃 我的直覺 您這組應該也是比較鐵齒的 也不想去解決祖先的問題啦 那如果您不想解決嗎 就保持安然 您會找到您內心的家 呃 您就會知道您要去做一些 什麼樣的事情 呃 去讓您自己 歸於中心 Namaste 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